等一下就要开到森林的边境 然后车就没办法开了 这个时候路队就会在那里等我们 路受到老人的迅路 要骑着迅路翻山越岭 然后一整天最后到达森林深处的茶坦部落里面 现在这个部落一共就是人越来越少 只剩下300个人左右 跟之前的达尼族一样 他们都属于就是渐渐的在消失的那种 文化 很传统的文化了 所以我们也是趁着这个消失之前 赶紧去拍一件东西回来 期待我们跟他们一起在森林深处的生活吧 在乌兰巴托的黑市买的羊毛毡的靴子 今天苏是戴着羊毛帽子围巾 然后这里面穿了四件衣服 然后穿了四条裤子 四条裤子 四双袜子 羊毛毡的靴子里面有四双袜子 还包括一双羽绒 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今天在一整天的 零下二三十度的翻山中 不会失温 然后你等会骑的时候 记得把这个再遮脸再遮上一点 好的 绝对没问题 这是我们此生可能穿的最多的一次 然后但是也是我们要在超寒冷的室外 待得最久的一次 好可爱啊 而且他们都不太怕人我觉得 对啊 你去摸摸它 因为我们这次除了一人要骑一头之外 还有所有的物资也需要他们来驮 所以这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头鹿 看这只小乖乖吧 等一下我们就要这样骑在他们的背上 然后翻山 我觉得他们的体型都蛮大的 好像比在芬兰看的拉车的路要胖一些 这只突然决定休息 这只躺在身上了 我都感觉到它的皮肤了 你躺下试试 我觉得没事 超乖的 太乖了 天哪 快给我拍照吧 好 你拿着自拍 任你抚摸 比你家里的猫还乖 太可爱了 太乖了 给你拍拍 来 这路身上一点味道都没有 特别干净 毛发也特别干净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就是动物的气息 然后又很温柔 这边又去跟一头鹿套近乎 你躺在它身上真的完全没问题 我先套套近乎 我们的行李都被捆到了鹿的袋子里 火候的袋子 然后在它的两边已经跑了 我看到 很乖啊 上路是不踩脚都直接翻上去的 现在要上路了 顺利上路 我的这头鹿好像比较矮还好 这个鹿的把手特别的冰 把手是指它的脚吗 所以说这有一个把手是可以抓着的 好的 感觉好棒 好的 去吧 你自己拍照 你帮你拍啊 我现在已经上路了 感觉很奇妙 骑在上面感觉 有点仙气 坐在路上是什么感觉呢 因为它的身体好像没有马那么大 所以它走路的时候或者站着的时候会左右左右的有一点歪 这就是我骑路两分钟以来的心得 前面的大批路队都走了起来 风起来了 因为它走的比较慢 所以它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在雪里 其实不会太害怕 小露露 咱们快点 我的男朋友在那边 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逃过它逃过它 路上跑了起来 它这有一点可怕 OK 哇好美啊 我们就这样 要穿过这茫茫的雪原 翻过四座山 才能到他们的部落 宝贝就你慢了 跟上他们 这边 这边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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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追上 跑起来 跑起来 OK 让它走说什么 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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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分钟后的骑路感受 我觉得太棒了 路走得不会太快 所以你的屁股也不会很颠 然后它也不高 它走路屁股一扭一扭的 就那样左右左右 就很可爱 你坐在上面 就跟着一扭一扭就可以了 而且走在雪地里面 也不会担心摔下去 踩起的白雪也很漂亮 好的 二十分钟感受完毕 跑起来好棒 跑起来还是有一点颠的 有一个很难跨越的地方 哇塞 它果然跳了一下 吓死我了 四十分钟到一小时左右有感 已经渐渐适应了路的节奏 然后路反正上下左右的歪一下 我完全不到回事 只要身体放松 抓住这个把手 它就不会把你甩下去 然后但是我的路现在开始 踏出了沉重的喘息 听一下 鞠木头一样的声音 咳吱咳吱咳吱的 我一直在喘 让我有点内疚以外 这个体验还是很棒的 我觉得 依然调短人千年来 都是在林间骑着路的这种生活 应该没有问题 走走走 那个什么来着 那个 这个什么什么是走 快走 快走我走了 不是A 是 那个字是 不是A 是 对是 又奔跑了起来 对 就是前面那个很翘的屁股 你有没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我好多天没有化妆了 我也好多天没有化妆了 甚至也只是用湿机洗洗脸 但是这一切 让我骑在路的身上的时候 都直了 开心 幸福 现在的阳光撒在雪地上也特别的美 和我的小鹿鹿就这样慢悠悠的 漫步在雪地中 现在 雪已经越来越深了 旁边的雪可以看到很高了 但是对于路来说还是很轻松 你有没有觉察到 你的这条路出发的时候活力四射 总是跑在队伍的最前面 除了你一个小时之后 明显体力不支 我要总是给大家这种 爱事性的舞蹈 上的放上去 抓着 别放开 好的 宝贝 接下来是咱们一起走吧 散步 甩起了 快去 直接甩了起来 威猛 英俊 小子啊 下来吧 还不是得下来 你的路都喘得不行了 你赶紧下来吧 我有点站不起来了 快 脚腕儿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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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都是路驼着你 还好意思说自己站不起来了 太难走了 自己用脚走 怎么了 没事 小心啊 你要走踩过的路 真正自己走几步 才发现这个路有多难走 走起来还是挺累的 我们已经看到查查人的帐篷了 好像已经要到营地了 我还没有骑够的 驾然而止 我行路的体验突然就停了 我现在觉得之前没有好好珍惜 历经了千辛万苦 华山涉水一个礼拜 这就是我们的梦中家园吧 我们和小鹿们转战的爱情到这就结束了 到了村子里他们就要去休息了 接下来的两三天 我们就要住在森林里面 跟查查人一起体验他们的千百种生活 他们只有一种生活 接下来我们就要在森林里面 跟查查人一起住在他们的帐篷里 体验他们的迅路生活 迅路生活了 骑斗舞就是说 我觉得还不是一个特别需要鼓励的事情 因为骑在他们身上 他们好像确实还是挺累的 但是因为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 这个特殊的人群中 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然后就是体验了 对我来说是一段人生中非常难忘的经历 让我也会好好珍藏它的 在骑对小鹿来说 就不是美好的回忆了 他们是这样子的锥形的 用几个树枝搭搭起来 三角形的帐篷 这个又感觉又回到了巴布亚 要睡在草地上了 现在我们正在煮雪水 然后雪像撒盐一样 哪个是女侧的标志是什么 这两个就是踏脚的地方是吧 我们在自食其力自生自灭 怎么说呢 还是有一种睡在野外的感觉 因为就是睡在野外啊 这个画面太突然了吧 今晚希望能够睡个好觉在森林里面 嗯 然后明天我们就要去正式的跟查看人 去过一过他们的生活 跟他们一起放话录什么的 嗯 明天见吧 明天见了 晚安 我的电话给我 晚安 晚安 嗯 我们是Roy和苏 一对边旅行边唱歌边拍视频 边讲故事的神雕侠侣 关注我们 一起拥抱世界上的千百种生活吧 啦啦啦 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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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